歡迎回到競爵隊爆團第七集第二節 特定人物在轉轉轉 那就是2000 是2000 一個角色有兩組Striker 甚至有第三個 他有一個是否可以拿一個出去打 其他三個就做 那個是01 01 2000就是有些女性 隱藏Striker 就是有些很怪怪的人 就是想抽到多些SNK 有些角色走出來 即是有不同的 或者當初的角色隱藏設定 這個又是失敗的 其實...哇... 好像說King是很厲害的 不是那個角色很厲害 是那個Striker 黑鬼 Surf很厲害 那時候 我們又說一個系統 因為那時候Striker可以任意飛出來 Anytime都可以飛出來 狗狗就不行 狗狗一定是你站在那裡 不可以跳 不可以蹲下 就這樣原地按BC才會飛出來 你拉後都可以 總之你只會站在那裡 狗狗呢 2000就不是的 哦... 跳前跳後 做什麼動作都可以飛出來 總之我按鍵就可以飛出來 那不用打了 GAME 但是其實因為狗狗的時候 令人覺得 你的Striker是一個系統太愛 是啊...沒有什麼用 他打算強化 誰知道 誰知道 就暴走 嘩... 真是來小店 現在還經常在Youtube找到這些影片 為什麼用Striker連死人家 很會霸道 那時候太多招式 太多無限技在街上 那時候 令到風氣其實很差 那時候 打拳幕的風氣很差 太多事情不讓人做 又是太多人 又覺得 這遊戲做出來 大家一定一起做 就讓你玩就這樣 就很養極的 那當時最多人打的 真的是2000 街邊最多人打的真的是2000 我告訴你 太過無賴了 例如說我原本錯過了 那招式 那招式 原來是一個失誤 按鍵就可以補救了 每個人都可以 那不用打 還有他容易做得到 就令到技術的分野太窄了 明明我是練了一身好功夫 誰知道 因為系統搞得我那身好功夫沒有用 我明明那個系統不太會打 因為這個系統搞得他和我的技術拉近了 會令到很多東西 變得很混淆 其實系統真的很有問題 那01呢 01又是一隻暴走遊戲 他好像可以選一個 跟那邊打 對 那時候覺得挺有趣 可以四打四 對 但能源很短 還是很容易死 不 他有分的 那時候大家有說 S&K vs Capcom 他不是有不同的 有Ration 有Ration 1 Ration 2 Ration 3 可以自己選擇 那時候是不同角色 有不同Ration 一代是不同角色 不同Ration 但二代是可以自己選 Sumum是3還是4 Sumum是4 你可以選4個1 可以選1個4 1個3 1個1 2個2 1個2 1個2個1 那時候 拳王11 拳王01 就學了這個 你可以選4個出來打 可以選3個2個1個都可以 3個出來打 1個Striker 2個出來打 就是2個Striker 那Striker的排序就是 後BC、下BC和前BC 看看下面的人 好像只有2個就是後BC 後BC和前BC 一個畫面還有4個1個 只是同時 4個4個3 一都打 4個3 我認為這個遊戲 是太瘋了 還是說這些 可以勝利嗎? 其實是對的 破壞了對打 那時是什麼? 確實上是好的 打電腦很好玩 反而是很容易 每次連續的人 我們可以進行玩 尤其是珍斯和 可以叫3個 那個方向是不錯的,我也喜歡,但真的令我對戰的氣味太弱了 而且有分別的,正如我剛才所說,Raison 4的攻擊力和防守力是最高的 Raison 3是正常,Raison 2是少一點,Raison 1是最薄的 防攻,攻低防低,還要分氣 如果第一個角色出來打人,行器很快可以儲得一行 而且一開始就可以儲得四行 那時候有些角色很厲害 都算了,拍完出馬拳,那些遊戲已經影響不到 那時候遊戲的角色平衡度很差 2000已經轉了韓國 2000已經轉了韓國 2000還沒轉韓國 2000還沒轉韓國 那時候神經病的,這是什麼角色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哇,很厲害 我還在家樓下玩遊戲 無緣超人類 無緣超人類 無緣超人類,無緣超人類 無緣超人類,無緣超人類,無緣超人類 無緣超人類,無緣超人類,無緣超人類 我完全不知道這角色這麼厲害 就是比全分更霸道 那時候這隻是美利,哇,有問題 那之後呢,那些遊戲完了 那靈異到現在,力久不失 靈異到現在,玫瑰原點3打單 靈異就知道死了,哇,不行,瘋了 那些人暴動,不打,拳王過都說 但靈異到現在 他真的找回自己 因為那時候靈異為何好呢 當時系統就 基本基本就轉回九八 用九八的底來做 另外就強化了連續技 那方面,因為他 應該就是在九九和二千的時候 有一個爆模 有一個爆,Advance 那時候是否叫做 Advance和Armor 一個防氣和黃氣 對,一個攻擊力,一個防禦力 對,二千和九九都有的 那時候,他就拿了Advance Mode的優點出來 就是,原來招中間可以cancel招 還有,可以去到超必 那麼,靈異就拿了這個Advance Mode 再次強化這些東西 就令到連續技可以cancel 駁成一連續技 還有,他 好的地方就是,他知道 如果這樣也會打死人 當你在爆了這個Mode的時候 他就把你的攻擊力減弱了 即是在連續技上是減弱 整個世界的攻擊力減弱了 好像減了一半 雖然你有本事可以不斷連招 但一直連下去的威力是會比之前五倍 對,原本你以為減弱了他 原來減弱了大半 原來減弱了大半 不知是0.7還是一半 我記得就好像是0.7 即是整個攻擊力減弱 除了超必之外 超必也是1 都是球那麼多 但招就比0.1 即是對 他現在到02的平衡度高 除了98以外就是最受歡迎的一集 對,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那時候02這麼多人打呢 其實就是因為歸咎於因為03 那就先跳一下03 不要說02.1 02好 我贊同 我也不贊成再說02 但我那時候也不希望經常說到02 10年了師傅 還未有2012 我當你8年了 我當你8年了 我怕你悶不悶 98都打了10年了 我打回街八二一起打10年 打你死不死我 看你發不發癡 03好像又轉了那個玩法 03又轉了玩法 就是人可以換人 即是你選擇一個顏色出來 可以換另一個顏色出來 其實也是Striker系統的轉變 對,一個Striker系統的變化 但有人說可以歸在裡面 補血的 好像沒有補血 沒有補血 有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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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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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為何03失敗了呢 那時候我看到是很少人玩的 其實他機砲就入了 對 我告訴你機砲是 想說02那麼好 沒有死 當然要入定一集 等別人來玩 誰知道 SRK就是屎大家王 其實我又不會覺得 他也是這樣 他的方向的嘗試是好的 對的 因為那時候 某程度上 其實他沒有明顯的 你覺得角色有差距 其實好像鬥數棋一樣 有些角色 打某些角色基本上是死定的 特別在02很明顯 一些弱角打強角 是明顯地 嘩 出來送死的 很簡單 一些弱角當時 尾尼被人覺得很弱 看見最強的阿金 其實你可以想到 怎樣去對應 其實方法是很少的 但是 這個03系統 就是想你扭轉這件事 讓他不要那麼鬥數棋 你有將梁繼 我也有過場梯 我把梯推來跟你打 其實是對的 就是 等一個機會 一個機會就可以換出來 還可以搏你一隻 其實那個系統 我覺得他的出處是好的 但是 失敗的地方就是 他本身那些角色的平衡度又不好 當年我最愛是墮龍 也是瘋的 這個角色想怎樣 弄得那麼厲害 因為新人物 通常S&K很流行新人物 都是上位的 其實是這樣的 我覺得 可能有心去 開發組有心去煮新角色 想他更厲害 多些人用 但某程度上 因為新角色 你不知道他這樣 因為我覺得 開發部和玩家是不同的 你開發部弄一些東西出來 你不知道這個法律是怎樣 但03也算是人物方面 他都轉了很多 都多的 Muffet Wu Terry 又沒有了Andy 又沒有了 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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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控是最差的 沒有那麼爽 對 因為失敗的 錯敗感太大 我不知道他的軟件 對指定入力的要求是怎樣 寫到 是一個很失敗的 現在說11 我反而有多欣賞 你不是說11 03之後是有東西 是嗎 03之後叫做Lil Wave 立體的 外主不要說 不是 Lil Wave 你夠不夠時間說 說完 沒有時間 因為沒有故事 Lil Wave 就是靈異的 改版 因為叫03Hi 想補獲 就做了一隻 Lil Wave Lil Wave 就是可以讓你選擇不同的 好像選擇不同的遊戲 Lil Wave 就有一個 好像靈異MORE 我忘記他的名字 好像靈異MORE 一開始可以掃氣 可以cancel 不需要爆氣 用一行氣就可以cancel 例如說 例如說八神 無端端攜花兩下之後 可以出八字旅 出八字旅用一行氣 cancel 用一行氣 那你覺得那時候多不多人玩 其實這遊戲可以的 其實這遊戲可以的 因為他真的把靈異再進化了一件事 他另外就把 一個叫做 JUST DEFENSE 就是出著這個 MARF DEWOVERS 就是說 當你擋的時候 你才入力 入司令黨 就是那個判定 你才入力 是會回血 加氣 以及會減大眼值 這個很技巧性的東西 其實是引用了街霸三個 Blocking的系統 他集五對Blocking 創造出來的 另外還有一個MOD 我不太記得 因為當時我都不是玩得很久 其實還有一個MOD 還有一個MOD 我忘記了 好像是 沒得解答 沒得解答 好像可以自己吵氣 我反而記得 BOSS是傑斯後生 對 BOSS是傑斯後生 你當作是一個 GIMMAC的形式 當時 因為03HIGH 老闆不敢入很多版 就是巡禮 我覺得是很少 其實我很少見到他玩 其實是 因為03HIGH 虧了錢 虧了很厲害 當時機局 老闆 還有當時03HIGH 有翻版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當時03HIGH 有翻版 那些大陸人翻版 老闆後來又翻到03HIGH 全部都是翻版 哦 都跟大家深深地說 03HIGH 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 你不覺得有什麼不同 在畫面的表面上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那行血 三行血在顯示 藍色 因為如果你換了角色 他會顯示 角色那行血 會亮燈 正版 正版 如果那個角色 不是那行血 就會暗一點 但是翻版 就沒有這件事 三條都是暗光的 所以這就是你看到翻版 而且畫面的卷軸 你退畫面的時候 會跳格 這是我發現 翻版才有這個問題 正版 因為當時沒有玩過 03HIGH 我玩了一個月就沒有玩了 已經沒有深究這問題了 但當時一退版 就好像飛了一格 你對03HIGH 你玩了一個月 我玩了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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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概括一點 再放大一點 那幾年是 可以說是格鬥遊戲的黑暗期 那時候是格鬥遊戲 沒有格鬥遊戲 那時候真的是 有很多人看過 那些畫面 那時候突破了 還有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那時候出了高達 高達VS這個系列 好像是差不多那個年期 最HIT的 聯邦VS自戶那時候 對 就是差不多那時候 剛剛是03HIGH 那一檔期 應該就是聯邦VS自戶 那時候 就是02HIGH 但是DX就是03HIGH 那時候 剛好就撞了 這次 剛好不幸 就BANDAI 弄了一隻高達出來 玩 就二打二 退了一班人 因為03HIGH 沒有去玩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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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我也是 就走開去玩靈異 那老闆見有人打靈異 就拋了一些板 沒有買到 就放在那裡 又沒有人想要 就放在那裡 那是只收錢 其實已經回了本 已經回了很久 放在那裡 只收錢 那些粉槍還要打 不斷打 這樣就拋了出來 又賺錢 這樣就拋了出來 那形成了 為何02HIGH 因為03HIGH 沒有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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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跳就跳到05年了 十一了 十一我覺得不錯 有隊長 其實十一那時候 那個系統 那個換人系統 已經完善了 那時候我看片 可以接著打 還有那個 有攻擊力修正 哇 整個抽那麼長 死的 一出來又糟糕了 那他真的引入了 UTAGEAR 攻擊力修正 這件事 就等於你們的連續技 越花巧 就扣了越少 你抗了越長 就 越後期的連續技 就扣了越少 那當時 我覺得它反應也不錯 就算是不錯 某些機器我也願意到自己很快 我多欣賞他的隱藏人 完全想不到 歷代最多隱藏角色就是11 天同海、銀、烏鴉、路加仔、天同海、銀白、邪鴉、疾風、放狐瀣表 我真的覺得厲害到暈了 另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呢? 糟了我都不記得了 好像5-6隻的 那一隻是不是你講PS 不是,街機也有5-6隻 我完全沒有印象 街機是移動,因為他一個個移動出來 就是他跟著開機的時間 我最記得他一出疾風的時候 這傢伙終於來了 疾風,他好像有6個 有6個隱藏物 他跟著開機的時間 你開得越久,隱藏物就會開出來 那時候有些機埔,有些機埔沒有的 很有趣 最早進入那一批,就有 一早就第一個出就是老家仔 那時候就有老家仔用了 我也是因為解放了 有老家仔用 去那邊打的 去那邊打的 還有,他的大佬也是數一數二 和幾 還有,那個戰鬥 很有別於 0-2 即是我不拿0-3來比 我拿回0-2來比 他那個節奏是更快 整個遊戲是更快 那些人 角色的角色是越來越低 變相就是 那時候的格鬥風氣由05年開始 整個格鬥界的風氣 都是偏向快 為什麼呢 這個我不知道 當我下馬的廣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金奇之鬆》 其實有個訪問 有,有個很可憐的人 有個很可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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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朋友在這裡有個訪問 當中都說了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要出那麼快呢 出那麼快的原因就是 對格鬥遊戲的平衡度 角色的平衡度拉近了 以前以往就是因為有些角色太慢 被一些快的角色按住來打 而且他本身都是大健的 大健的 大健又易被人入 還是被人打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蘇元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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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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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漢也有一兩招特進技 斜下輕拳 兩個地方可以翻變 可以轉的球 但陳國漢是沒有很好的防空 overarching PAUL 有大健中心 那個時候被人按著來打 就張出氣 感覺的角色跟現在一檢ば 我也同意 het 其實是鼓勵進攻 而且鼓勵進攻 對當時我自己 就czę制人的ampf 這個技能 那三余辰 我又解釋一些數據給大家聽 根據一些科學家的理論 人的反應最快是五分一秒 我們用Fram數就是12Fram 人最快的反應就是12Fram 本身跳躍軌跡很難去 也不是十幾Fram化 也有半秒時間去跳躍 但由你肉眼去判斷跳 到你用手去挫指令 可能已經超出了你 所以當時對於防守那方面 其實是很不利的 也就是大家所說 要迫大家去進攻 希望大家主動去出擊 因為02Fram 以我所知就是 防守一方是有利的 我防守不需要做任何事 我等你做事 最極外物就是以前蹲下重拳 已經可以破了大部分的攻擊 如果你們有玩的 防守那方永遠都是有你的攻防 我要看你做什麼 我給你什麼 你做A 我就給你A的對應 你不動我就不動 沒事的 我不會死的 我總之有些適當的 我做一些反應給你 引你去做錯一些事情 在日本玩都還好 香港那些機器 教堂時間這麼快 兩個鬥龜就找自己來去推 只是一些快時間 一些快時間 例如旺角身 那些 像瘋狂羹倒水 一秒等於三秒 數一數 一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四四 我也不知道要打了三秒 當我想到的時候 差不多要做些事情 那邊打完了 那做什麼 其實我很不喜歡 機房設置到這麼快的時間 想著你那邊快點打完 快點收起錢 你連組織攻守的機會都沒有 即是組織那一刻都做不到 做到打完了 收機啦 那些 真的不行啊 我接受不了 那些事情 好啊 接著就十一講完 十二講不講 十二當然講完 十二之前 其實還有一隻立體拳王 叫MIRA MASIMIMM IMPACT Regulation A A就是出了2集 那作出了2集 不是出了3集 其實有3集 一二是在PS2出的 那時候 只不過SNK 另一個當作外傳遊戲 就在家用版試用吧 多人玩 就隨便補出遊戲 其它的方針也是這樣的 大家也知道 因為它經歷黑五奇 沒辦法不解這些的縮數 它不靠這些 賺錢的 那些都明白的 另外一條行徑出來 我們不說街機版 街機版好不好玩呢? 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好像有很多 角色有很多 我想差不多四十多 我記得是四十多 另外還有一些 他本身有兩種 兩種顏色 兩種Graphic 因為用3D技術 兩件衣服 因為他用兩種Graphic 一個角色可以選擇兩件衣服 每一套衣服有四十多顏色 在Graphic上做得很特別 當時 我們有些MI2 那時候有很多古怪造型 例如 很喜歡抄襲其他角色 例如 Rock 那時候可以做到余華之劍士 阿楓的造型 Billy的妹妹 Billy的妹妹可以做 穿Billy的工人衣服 穿Billy的工人衣服 另外又 有些魔法少女 對 很特別的 其實這遊戲好不好玩呢? 真是見仁見智 因為其實都很大膽嘗試 這件事 Vicon 我跟真人見過 我都交了手 他都很大膽嘗試這個系統 其實我覺得他做得挺好的 但是因為 如果這遊戲 把這遊戲的難度調到最高 是比起你正常拳王 難幾倍的 因為我有一次 很有幸地 在某間機店 發覺 是不是壞了呢? 無限錢玩的 但沒有人玩 那我去試一下吧 我發覺 比你無限抗 你都過不了兩三版 對 因為這遊戲和以前的拳王很不一樣 他引入了很多3D格鬥遊戲的元素 例如連續技 很簡單 AC、前C 有一套連續技 當時叫做Stylish Art 有些是下段起 有些是中段起 有些是中段起 很有別於一般的 你會突然覺得 蹲下下下 我整個都不懂 中段 因為他要攻我 要我有反應去做 但這遊戲就是中段有一套 下段有一套 令到很多玩家 真的無色蟲 有玩開鐵拳 Ratual Fighter 有些人覺得沒什麼 就是這樣 你加上連續技 加上必殺技 去唱輝瑪和鐵拳 沒有那麼多必殺技 有 一拳也叫必殺技 左拳也叫必殺技 左拳也叫必殺技 重波拳也叫必殺技 AA就是第三招 加上拳王 MIA就比較特別 整個拳王就告訴你自己選擇 只有這麼多 但現在這條線 他算是停了 還是會繼續發展下去 有一個消息收到 後三號風就說 已經解僱了 但是其實 我就這樣看 有些可笑 這個遊戲因為 那個系統 因為那個叫做 Sabaki的系統 中文叫做 裁 或者叫做 制裁 我都叫做Sabaki 其實就是一個當新的系統 每個人都可以當新 每個人都可以隔招 你出一拳 拳與拳 就是譬如說 因為好像鐵拳 那些拳不停的 不停的連續 你可以用這些Sabaki系統 去射了他的攻擊力 即是有點像DOA那種 類似 但他就 一拔開他 他一拔開他 可以叫拔開他 拔開他之後 他會有硬直 但這個就變成一個 互動系統 他都可以在硬直當中 做Sabaki 譬如說你按了攻擊 他就可以Sabaki回隊 鬥撥 鬥撥 對 一段時間 那時候 我剛出那時候 沒那麼多事情思考的時候 就連續十幾下攻擊 就打了鬥撥 那就慢慢去 對 變成像 好像 泳春 大家都在推來推去 推來推去 推來十幾下 當時的反應 我當時 又有心的那些經驗 我是打到睡不著覺 因為你那個精神 是迫到要 即是媽媽對碗餐蛋麵 你都想拔開他那一隻 對 即是那時候的精神 突然是緊繃了 我晚上是睡不著覺 因為你整晚的集中力 就是在那裡 一被你拔了 沖了血 對 發夢都會拔開一張皮 那時候的眼睛是定了 你媽媽幫你蓋給拔開一張皮 是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女兒衝過來抱著 又拔開他 那時候 因為 去到後來 就開始開發了一些東西出來 可以延遲的 你拔了我才打你 那你就死了 握半秒 對 又或者最後 我不打了 等你你以為拔我 我不打 可能被人拔 那時候 即是被人拔 那邊 就可以按CD 即是用航氣 就爆開對手 但是他一下動作都可以拔開你 那實在太過上級向了 其實真的 其實 為什麼沒有人打 我人站大玩不行 為什麼沒有人打 就是因為門格太高 有實力的那班 和真的不懂得打那班 這班是差很遠的 可以 即是當時一班 我們一班懂得玩的人 是沒有人跟我們玩的 即是我們自己為了 這樣講 我們都聽到 很慘了 即是你想想 一個 應該是說 在同一個情況 是有四至五個可能性出現 全部都要用反應去衡量 你怎樣去做 他不是不好玩 是門格太高 難怪我連電腦都過不了 對 當時12了 我們講了過幾個小時 對 都會歸正路 12了 嘩 12快講點 12 即是 我身為一個 國內人 為什麼 既然我 做了冠軍 我都可以說少少說 我告訴大家 就是 遊戲的開發 可以開發的東西太少 一來 這個系統已經不成熟 很明顯 SNK是想拿出來試 但被人知道 就是未完成的遊戲 被人知道了 96也是拿來試的 96也是拿來試的 99也是拿來試的 但你不覺得是有什麼問題 但這遊戲裡面 你覺得 二十個角色都不夠 大佬都沒有 大佬又沒有 System又不成熟 畫面呢 嘩 大哥 我正在玩 FotoHunt 我正在玩 有什麼不同呢 那個人蹲在那邊 我看不到 他做什麼 除非用高清晶 那時候 2008年 2008年 2007年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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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高清晶 大哥 我也見過 有些融螂螢幕 一去到暗畫面 你就會看到一堆東西 你真的看不到 我喜歡玩保護式 那時候 我已經看得很辛苦 然後 那個System又奇怪 那招他做 Critical Counter 有什麼事 就是你行能源下面 有一個綠色Bar 儲滿了之後 你用特定的重攻擊 去Counter 別人對手的攻擊 就會進入了Counter 連續技裡面 沒有啦 那段時間 你可以不停地打他 但他那個 好像是很麻煩 別人攻擊你 先拉前 但是 不用了 按按按鈕就可以了 按按按鈕就可以了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一個攻擊人的 模式 要在一個被動的情況下 才能夠發動呢 即是他不按按鈕 我就重拳 扣空氣 或者擋了 其實沒有意思 那麼韓包就會儲滿了 即是他自己扣了 你以為在那段時間 但是十秒多的時間 即是十秒多的時間 因為他有一個姿勢 是告訴你 他已經融化了 對啦 他要突然 叮一下 很震撼的畫面 突然震撼了 那個System 你是不用理他的 即是我看到韓包走 我這一檔 我就不是玩很多 其實我自己是直接 無視了這個系統 是啊 不用理他 因為自己 不可以主動發動 你被動 一個攻擊人的系統 要被動去發動 我就不明白 神經病 你要合作 即是我要跟他 喂 這樣做一下 我要引他犯錯 要 其實 因為我聽到那邊人 就說 其實開發這個遊戲 那群人的底子好像是打鐵拳那群人 好像是鐵拳那群人 那又搞到 嘩 搞什麼呀 打鐵拳就打鐵拳 唯獨是這次開始 SNK又是 那個Graphic 進步了 其實那個Graphic是真的很好 很漂亮 他又想再跟你玩 又想再跟你玩 但是系統 還有他 很有趣 譬如普通拳腳 以往是分近和遠 他又不是分前和回中 那你想怎樣 完全重新適應過 不是應該這樣說 是一隻未完成 未完成的遊戲 所以呢 十二可以skip了 其實十二真的說完 我不說了 那 反而到十三 就把剛才 大家認為不好的東西 全部都改了 沒有了 你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玩過 我就已經 日打夜打 已經開始 去了練功模式 就是 他把之前的東西都改了 嘩 不行 罵到九彩 都改了 這件事很有趣 我聽到SNK跟我們說 有跟我們溝通過 他們以為我們很喜歡他們的肌肉角色 就是拉杜夫突然轉到整個 嘩 那麼大隻 Terry本身不是很大隻 但他又畫到 嘩 那隻手臂做什麼 他就是在香港的寶灘看到 嘩 那些廣漫都肌肉拿來 我懷疑他不是看廣漫太多 他們以為我們會很喜歡 但他不知道原來打機那些是不喜歡廣漫 我就懷疑他 這班人是不是看廣漫太多 你們這些人不是 喜歡看廣漫 喜歡看這個角色嗎 我不是 不好意思 你畫到這麼 就是 就是 每個人都 肌肉腦 也很奇怪 就是 那時候的Graph的對比很有趣 但是 你想怎樣 龍虎之拳 我看他錯了 這位 亂了 所以他這次改良了 只是一出特定的 超必殺技 才會放回 做得要爆一點 那一下 反而OK 反而他看到 有些連招 K的 那些 真的 現在真的做得很漂亮 如果你們有機會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K的超必殺技 不打 都可以看一下 告訴大家 什麼才是漂亮的畫面 真的 這件事 可以真的比美多 現在很多 新出的 近期出的 平米格特警 叫做Blaze Bull Blaze Bull 這畫面也很漂亮 但他多了一個觀能刺激 對 他抓到你們 哪一段時間 那一刻要放大 哪些位要爆 哪些位要爆 哪些位不爆 哪些位不爆 他會說得好 經歷過這麼多年的 應該是說 經歷過這麼多年的洗禮 喂大哥 不行 再這樣 真的 倒閉了 今年也不行 真的倒閉了 很嚴重 畢竟是S編的結局編 終於有了 好好的 OK的 我反而覺得這集 無論是畫面和玩法 應該 應該 應該是 對的 但是 我接受的話 接受 即是機鋪老闆 你把零二都丟掉 就行了 你把零二都丟掉 不要放出來 但是零二是一元鋪 現在十三幾多 四五 四五 反地四五 咦 零二說一下這個問題 零三的時候 就有老闆 其實現在很多 市面上零二 會不會都有人滲了 零二是有老闆的 因為我有時候看到 但我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因為有很多 就是 山寨板 什麼臥虎藏龍 東光不敗版 什麼叫我虎藏龍 什麼97Special 什麼不知道什麼 總之你看到那些字 你覺得不對 你想想它 那些一定不是 但是零二的翻版 其實是看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 我猜是 因為有些人 有些 機譜那些底版 看到背景的人的動作 是動得很快 那些是翻版 我猜是 那些背景的動作 正常不可能這樣 但好像我記得出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的 你有試過對比過嗎 我沒有對比過 但我這陣子 有時候觀察一下 看人打 但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一出已經是這樣的 我又沒有留意 但我又不知道它翻版 好像是一樣 可以吸到一樣 但因為零三我進步了 它吸不到8 不用怕 怎樣也好 我總之現在最新的這一集 還未有翻版 大家放心 其實之前有零二UM 即是UM這個系統 即是UM的字 即是出過98UM 以及02UM 我們都說一下 都是多人打的 一段時間 我都可以以為這隻 是大陸同人老翻版 不是 因為是 復仇之佬 真的喔 每個人都有人問 嘩這隻是甚麼 惡虎藏龍 Special 有人跟我說 甚麼惡虎藏龍 尤其是打到尾 他裏面有一個新角色 Lamness 其實Lamness是無名的 OK 造型型格 設定的故事 分分鐘 不會少得Kdash 不頑皮的 OK的 這個我反而覺得 是挺悲情的角色 也是悲情角色 很喜歡玩悲情角色 為甚麼呢 這個故事 究竟是怎樣走出來的呢 故事呢 我回去貼網給大家看 那裏有很多SNK人物的介紹 雖然有些不太齊 但是 基本上出名的都可以看 你想看的都可以看 那時候我找過 那時候我要找些名字 我找不到 你想找甚麼名字 我忘記了 但他會更新的 但他更新的 但更新的 這個角色 沒有Lorbert 沒有Lorbert 網處對Lorbert無愛 我找過 我從頭看過Lorbert 沒有Lorbert的頭像 但我想知道 為何會突然爆這隻UM 我以我所知 就是為大陸市場做出來 對 其實UM 是由大陸 買拳王的版權 然後他們自己 開發部開發的 因為他們覺得 大陸的市場 還是在02和98 那個年代 他們就覺得02和98 可以趕一趕去 應該修正 應該是大陸 找日本人做 大陸做不到 是大陸玩任何人做的 是SNK原廠做的 都是原班人馬做的 但出錢就是大陸 就是這樣的概念 大陸那班人 如果弄到這隻 就很大陸 對 我以為他們拿了 他們大陸的東西去開發 不是的 你有沒有玩過 那隻獵人 不是就是 回大陸拿 拿Mon Hunt 那隻遊戲去 但是格鬥遊戲 因為他這隻 的而一個是他 不是的 我覺得02有翻版的 他既然有翻版 可以拆出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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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知道 事實就是你們所說的 其實是 SNK為大陸這個市場而做出來 我發覺 哇 真是幾厲害 震撼程度不下於 當年 大陸人玩Virtual Fighter的熱情 畢竟大陸的市場 有可能是很像我們十年前的時間 現在Youtube都找到很多 他們當時搞比賽的對戰 其實現在還有比賽 還有比賽 哇 他們的比賽 找了COSPLAY 其實他們也有很大的陣仗 對呀 你不要說 錢也有很多 兩餅多人 對上一次02UM 就是我們香港的一個 其中一個 我們香港的代表 高手一高手贏了 都好像有兩餅多三餅 不知道兩餅多三餅 我還記得 哇 還不用比賽那些20元個小時 上去打比賽 但上面那班 都很厲害 我看過那些影片都很誇張 真的 能力都很高 因為 都有一個就是 之前贏了鬥劇 冠軍98的廣州小孩 都有份打 大家對他呼聲都很高 後來我們香港贏了 當然我們都很開心 我們一班朋友 知道他贏了 叫維港爭光 大哥 經常被人看 過江龍 真的 真的 不要說中國內地看不起我們 日本也看不起我們 我也不介意在那裡說 為什麼會有 是因為我們的打法問題 還是我們的水平 人家覺得我們的水平不夠 人家日本搞鬥劇比賽 都 都 很 我覺得有點不禮貌 說些話 因為今年 SNK那邊有比賽 我又收到小道消息 就是 你們搞比賽 香港 給你一個位置打得的 沒問題 找個厲害的東西過來 什麼意思呢 你說如果街霸 日本那邊這樣說就OK 但是拳王香港人的水準應該不會太差 他們都會這樣看香港的拳王玩家嗎 很難說的 你不知道人家怎麼想的 你知道你們香港和別人 你真是比下去的 老實說 整體是不夠打的 很整體 這個也是我一直以來針對的問題 你有一百人在香港打拳王 人家有一萬人在打拳王 你一萬人想的東西 和一百人想的東西 假設一百人有十個高手 人家一萬人有十個高手 人家一萬人有十個高手 那你怎麼比呢 對不對 還有大家的心態都不同 香港 都甚至說 過幾宗就算了 為什麼 我自己這樣看 香港人的快餐心態太強了 我打就是為了贏 我一定要贏 走捷徑 走捷徑 走捷徑就選強角 選強角 選強角就用來有一個低 我自己也覺得 我不否認 大家想贏 當然會選這些路 其實不奇怪 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 你對那個遊戲 那個 研究程度 還有你對那個遊戲的心態 為什麼 為什麼靈異 為什麼可以打這麼久 因為 大家都練得一身好功夫 我個個都是少林豬出身 突然叫你 沒有啦 少林豬功夫不瘦 這家不對 要改玩太拳 這家 我打開少林拳 你覺得打太拳 你瘋了嗎 不打太拳 你不打太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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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了這麼多年 我不是什麼高手 但是 一直看著 不同人玩拳王 都是一個心態 最重要 盡快找一個強角 然後找一些 最屈肌的招式 那個套餐去練 那就滿足了 其實是這樣 這個我不否認 要贏 因為超近路 不是一個錯事 我完全沒有分解 我完全沒有分解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訓練 這麼公式的打法 相對於你面對一些 比較另類的 或者人家多幾套的策略 你就完全無所適從 日本就是最多這些 我記得當年看 好像是 少年街霸 新加坡的選手 竟然可以用Wolento 贏了一個冠軍 就是因為他 做過很多嘗試 去找這些不同的策略 對應不同的對手 香港人就可能缺乏這個 研究精神 對的 我很認同阿郎說 還有我們自己圍內 一群朋友都覺得 香港人打遊戲 有多少人真的會 肯拿腦子出來打遊戲 肯用心去研究 譬如說 拳王會比較簡單一點 我自己覺得 門價是比較低的 但是街霸的門價 其實 你說是不是很低 我也不是很低 他要知道的資訊太多 做的功課上是太多 即是我一群高手朋友 他做了多少資訊 你們知道我 你們不會知道他做了多少 所以說 你一個遊戲的門鑑高雄低 還有你有沒有心去研究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門鑑低 但是你有心研究 你有心研究 一定會得出到 你有心肯渴 有天分 當然連《打擊》都很講天分 本來你是手殘 錯不到招 這已經是一個問題 但是 有很多朋友都是錯不到招 但是他克服到這個東西 他要克服了 就是另外迫一條路去思考 但是他每人都做到的 尤其是 我們以前 就算是九八 零二 也好 即是 你見到不同人 用同一個角色 有不同的打法 你會留下來 希望學到東西 但是我發覺這幾年 看來看去 不同人都是用那種方式打 你這麼悶 現在的人輸 知人而退的心態是很強的 所以輸了 我輸了 不打了 我要贏 你就會找一些弱 對手不斷打 我又不太理解 一個人 為什麼用了八成這麼多年 他用那套打法 還有人 即是他不想著 轉一下另外一些起手 其實不關事 本身那個角色 就固定了是這樣用 即是設定了 是這樣打 沒有辦法 不是不想想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你想想靈異的打八年 有什麼不知道 大家有什麼未見過 即是 作為一個 我是一個 叫資深玩家 打十幾年拳謀的人 我打八年靈異 大哥 我有什麼未見過 你有什麼未出過 你說吧 你告訴我 我也想知道 有什麼筆都告訴我 不如我弄給我看 我想看看 有些什麼連續技 你沒看過 我沒看過 那些人不回 那些人會繼續玩靈異獎 因為練了一身 練了一身少林拳 你去打太拳 你熟了 沒有可能 某些角色是強得來特別悶 對 今年叫他打太拳 下年叫他打台拳道 下年叫他打柔道 你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 你有沒有心去學太拳 因為你本身有小林拳法 應該可以學的 有些可以挑 有些可以挑 但這些人不會這樣想 我們說回最新13這集 他那個彈性會不會有強 對 門格很低 初昭儀 以前用BC連技 要自己跑前 很多人說 我跑不到前 不知道怎麼按 今集他自己跑前一步 讓你按 我當時都說 嘩 這些殘廢餐 每個人都認識我 還有今集13我玩過幾次 頭那一兩場電腦是非常容易打的 對 弱智的電腦給你打 對 對 打得容易又滿足感 今集真的有一個training mode 可以讓你去試連續技 試這招 其實我是很支持這件事 就是他 哦 你一定不是打的 我真的想試 怎麼試 我又要被人挑機 training mode都會被人挑機 但是 你真的贏了 其實training mode可以再理過 Train mode有7分鐘 你打到最後10秒 有人挑機就贏了 又7分鐘 OK的 我覺得很耐玩 很耐玩 OK的 這件事是對的 大家放下了這麼久 其實可以趁這個機會 嘗試一下 真的 我都建議大家 不如試一試 好不好玩都可以 不要學一些人 我還沒玩就覺得 這些遊戲快一點 因為我看他的網頁 公佈畫面 連招 其實他這次用了多少特別效果 是比起之前幾段 是想濕月霧的 他很有心機 即是一星期那次很有心機 你不懂這招嗎 我做完給你看 有什麼特別 解釋 我這招會對飛行道具無敵 這招無敵時間增長 攻擊力增加 他寫得很清楚 他寫得很清楚 你還跟我說你不懂的 即是你有問題 我只可以說 話給你聽 大哥你想怎樣 起碼可以爽一段時間 其實是OK的 當然我又這樣 開發給你們講了 那我不用想 我又喜歡研究那一刻 OK的 但你告訴我 都對的 等我門禁 降低 等大家知道了什麼事 有功課 你又不去做 那 那 我只可以幫你不到 我希望聽眾聽完之後 可以去嘗試 大家再討論一下 會不會多些發展空間 我都不介你 你真是不懂的 我在討論區 我希望我都可以幫到你 你很沒空 你很沒空 你記住每兩個小時 要上去看看 盡量看一看 我都希望大家 勇奕嘗試一下 嘩 今集說了 三個小時 神經病 不夠啦 光權說起碼二十個小時 兩個兩小時 說了 我們停止了很多事情 又被人投訴 我相信 被人勸了 都說要封住場 好啦 今天先說到這裏 謝謝大家 拜拜